以下節目需由家長陪同收看 敬請留意 大家好 我是來自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的Jason 我主要教的科目都是電影有關的 今天和大家講的電影是Sophia Coppola的《Loss in Translation》 當這套戲在香港上映的時候 它是譯了作《迷失東京》 故事大概是講兩個來自美國的人 一男一女去到東京這個大城市 在一個五光十色的情況之下 他們遇上的對方可以說是一段很曖昧的關係 來告訴大家在一個大城市之下 兩個小人物如何發生了一個和《迷失》有關的故事 其實《迷失》這個題目 在電影世界裏面有很多的表達方法 顧名思義《Loss in Translation》 其中一個玩很多的就是 語言的不通和我們叫的《迷失》 其實這套戲裏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 因為言語不通而產生出來的一些笑話 表面上好像有Comical 但是因為《Just Happen》這兩個角色 都是一些很孤單很寂寞的人 通過這種語言障礙 我們叫的《Language Barrier》 令到大家在大城市裡的那種迷失感更加強 另外一件事也很有趣的就是 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個很出名的國家 有很多很閃 或者有很多妙語 妙子 那她的女主角經常會去到這些地方 甚至涉及到迷路等等 那我剛才提過了 除了迷失可以很 literal 這樣看之外 其實這套戲也有很多不同的例子 是說那兩個角色 她的那種迷失可能是外邊的人給她 我會說是一種叫做un belonging 如果《Belong》這一個地方 是有一種歸屬感 令到你會覺得不迷失 這套戲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Bob》的男主角 在《Galib》裡 大家都知道日本人比較矮 而且她是一個外國人比較高 再加上鏡頭這樣攪下去的時候 她會看到她好像是高人一等 又或者如果你用一個很學術的角度看 其實這套戲是我們叫很Orientalist 就是一個西方人看亞洲人 或者這個日本人的世界是怎樣的一個故事 但是通過這一幕 會看到她很不屬於那個地方 令到她那種孤單感 疏離感 是以倍數地上升的 最後不得不提 就是這套戲的結局 男主角在坐的士 準備離開日本 離開東京的時候 她看到Charlotte在街上走著 她就下車在她耳邊說了一些話 然後女生有點眼泛淚光 然後男生就上車 就離開了 我記得這套戲剛剛上升的時候 很多人都討論 究竟其實Bob在Charlotte裡面說了些什麼 其實是一個在這套戲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時刻 我會說將那種迷失感 將那種失誤 推到極致 但是我也想用這個點 來 wrap up我們整個討論 就是其實大家是否一定要 找到一個 ending 或者一個 closure 在看電影的時候呢 我記得其中一個我很喜歡這套戲 因為《Just Happen》 我的X和現任都很討厭這套戲 他們覺得整套戲 他們的說法是什麼呢 就是整套戲 一男一女在這裡走來走去 然後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還在耳邊說一些不知什麼呢 那這套戲就完了 但是我就會問大家 問他們或者問大家 其實大家看電影 是否真的像看劇集一樣 要有一個很 close 的 ending 答案給了你 還是其實大家都可以選擇 除了迷失東京之外 還可以紋塞在電影世界裡面呢